自从猪肉涨价都好久没有吃猪肘了 今天我买了个大猪肘 我们来做一道硬菜 这个猪肘呢 我已经叫卖肉的老板 帮我用火枪烧了一下 我们来把这个皮刮一下 先用温水浸泡一下 再来刮就比较好刮了 这猪皮烧过之后呢 它很好入味 而且它可以去掉大部分的猪烧味 刮干净的猪肘呢 我们再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姜葱还有白酒去腥 然后我们来准备两块南乳 再来一点南乳汁 加入南乳呢 就不需要炒糖色了 颜色也会很好看 把南乳给它捣碎 猪肘大概焯煮五分钟 然后清洗干净 很多人呢 不敢用普通的高压锅 觉得它不安全 我们可以用这种高压电饭锅 它就很安全 猪肘洗干净了 把它放到电饭锅内档中 加入半碗生抽 半碗黄酒 还有刚刚调好的南乳 再来一点点盐 少许冰糖 然后加入适量清水 这个猪肘呢 还是买的大了一点 主位呢不要太高 我们准备的香料也很简单 有八角 香叶 炒果 姜块 还有一些蒜头 两片三杂片 一个葱节 全部倒进来 把盖子盖好 选择豆体筋的煎压 压好了之后呢 再焖两小时才开盖 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猪肘呢 已经卤得特别绵烂了 哇颜色也很好看 这碗懒人版的卤猪肘呢 焖得特别香 而且方法很简单 肉质吃起来 绵而不彩 超级香哦 最后把卤汁勾个薄芡 领上来 这一道香喷喷的卤猪肘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一道什么 只要我 做的 这些 我先给你做 我做的 我做的 其实我做的